中文字幕 李宗盛 終於借到一枝14-35 回來了 這枝都出了一些時間 有人試了 不如還給它吧 那又不是那麼好 因為這次借了小三元回來 嘩 先試什麼 小三元那麼輕鬆 當然是出去拍摩托吧 又摩托? 你經常想起一些自然的東西 所以一起選摩托才說 你看他們笑得多開心 所謂自肥可恥 但有用 借菲雖然口裡說不 身體卻非常誠實 這日借菲就和Brian去了中環碼頭 進行他們所謂的Canon小三元測試 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到中環天星碼頭 很大風 今天的天氣是怎樣呢 我們先看看天文台的天氣報道 現在是一號風球的 有天文台發出雷暮警告 剛才是甚麼 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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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好一點點 還有一個特別的天氣提示 每小時有70公里以上的強震風 就會吹襲香港 叫大家做安全地方去躲避 所以我們拍完要離開 對 為甚麼今天要來這裡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明天要還 所以今天天氣我們都要來 我們都是競業咬夜 當然 不過其實我又覺得 剛巧我們這套小三元光圈 可能很多朋友都覺得比較小 正面一點去看 我可以順手試試 以為在這麼陰天的情況下 它還可以 你也挺正能量的 當然 菲菲有沒有正能量 當然有 給我們正能量的鏡頭看好嗎 赤音都吹到這樣 還笑著跟大家說話 就知道我多有正能量 看得出來 好 我們出發 出發 Go Hello 大家好 我叫菲菲 現在是一個模特兒 平時就喜歡到處去 喜歡拍照 喜歡到處吃東西 你覺得今天被我們fake了 大家空之下來拍攝嗎 哈哈 大家看看我皮翔 不過 OK的 試試不同 JB和菲菲就會就著三支鏡頭 進行大比拼 第一關就是測試三支鏡頭的追焦連拍 成功令相機追焦失敗的 就為勝出 不過這些粗重的事 還是不要交給班人做 不知道他們有什麼策略呢 不過菲菲未開始拍就已經 你怎麼搞的 遲了三個月了 回你出來了 拿著 拿著 有什麼方法可以令相機追不到你呢 你就自己想想 快點 快點 或者reset 或者不知怎樣 閃電盒 好 我覺得我自己現在 好像頭髮全部都是蛇 狗蛇頭的 叫什麼名字呢 我都不記得了 眼睛看到你 然後就會石化你 一二三 一千零一 一千零二 一千零三 好 一直追著 真的像海怪一樣 準備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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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夠了 DETECT 有東西就不是DETECT 怪免 哦 一路都是 我的頭有沒有走過去 你很近才開始有 之前它是DETECT 了整個人 是的 模擬一下打球還是怎樣 哇 R5 的追焦真的很厲害 1 2 3 不過都有一兩張敵不過借飛的Z字形轉身 我們先拔頭籌 大家都是77mm的鏡頭蓋 所以就可以 誒 交換用了 但是Hood就應該不行了 可能有些可以 是嗎 可能的 咦 只有我24mm 放在17-40度 不過可能有感覺 會拍到一個借番罩 所以大家把Hood混合時 有時候也要分開 Hood 就要用 小心點 就可以撈亂 對了 趁現在沒有放開 預備 1 2 3 OK啊 哇 爆到堆不住那麼近 好 預備 1 2 3 嘩 嘩 很不公平的 走出鏡頭 對 撞到你這裡 好啊 試完剛才這麼瘋狂的追焦連拍 現在就到JB試試Digital IS 那走一走 你想要做什麼呢 就是現在試試D14-35在關掉Digital IS 的情況之下 它自己的防震 即是我在走一個拍拖的時候 防震效果是怎樣 現在先關掉 大家可以看到效果 應該都挺震的 我自己的手很震 對 我都看得到很震 哈哈 好 現在轉了畫面 我們打開了Digital IS 我估計畫面 我們是很穩定的 但後面應該會動得挺厲害的 即是我們是穩定的 但後面會動 對 這個是Digital IS 一般的效果 無關鏡視的 配合了相機的情況 就是這樣 不過現在 因為Digital IS 應該有Corp 現在14mm 你見到我們 就應該靠近了 對 我看到是近了 而且那種變形會 可能我正在走 因為它正常的四角會不斷變 有些很滑滑滑滑滑的感覺 現在我們認識了Movie Digital IS 只是用鏡頭的光阻 防震和相機的機身防震 來試用一下手持拍攝 攝錄會是怎樣的 畫面的角度 現在就立即闊了很多 如果Movie的臉 走到一旁 就立即變變了很多 哇 它很肥 一走到一旁就OK 很肥的 現在這條影片 我們試用Digital IS 開了鏡頭和相機的光學防震 和機械防震 全部都開了 我們就試一下 我們手持拍攝的穩定度 定不定 你覺得 我覺得 你真的看到 不會看 OK 如果在轉的時候 會不會有些變形呢 先轉一下它 我們人好像不多變形 應該沒有的 Brian也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的手一定是被謝飛鎮的了 你要再加把勁啊 G14-3 我覺得配合R5-R6 玩時拍其實挺不錯的 因為它夠幅度 再加上 如果你說開了機身的數碼IS 的話 它是因為會製造畫面 但製造後 其實還有很多空間 你看到我 我特地自肥 和阿菲一起走一段路 拍一會 其實畫面也是足夠 看到背景很多 但始終掃碼IS 就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 角落頭有些膩的感覺 這個 所有掃碼防震都有的情況 是的 但如果你開了掃碼防震 可能就會製造了一點 即是會變成沒有14那麼歪 變成16或18 正是因為它14本身已經很歪 它製造了之後 我也覺得很足夠 所以如果你是需要用到掃碼ZOOM 如果掃碼防震的話 有這個14會幫助你大一點 但我自己就傾向 如果拿起這種自拍的話 對我來說也有點累 可能用APS-C 或者那類的蝙蝠會好些 這種全蝙蝠對我 每個人的手勢不同 當然是 這種質素是最美的 但如果我想拍一些自拍的東西 可能是動在這裡會比較好些 連贏兩場之後 赤飛決定挑戰CAMMAN 用24105追拍肥肥 3 2 1 這班人進去是OK的 進就進吧 無所謂 3 2 4 2 1 8 1 1 2 1 1 1 2 1 2 1 1 2 1 2 1 2 1 1 2 1 2 3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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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不繼續 我們明明正在吹水 這些混鏡的東西我應該會輸 因為有體育精神的 應該也做 後面全都穿了 好了 3 2 1 開了Digitalis之後 自信馬上返回來了 好像走路軌一樣 有自信是好事 但CAMMAN也是開機賺食 CAMMAN 這次我支持你 嘩 扎行馬又是怎樣 另外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最後都要賺一賺 3G鏡頭試呼吸效應的時候 3G鏡頭都發現沒有呼吸效應的問題存在 對 都沒有 對 3G都沒有 如果你的朋友真的需要拍片 其實3G鏡頭都非常適合 沒錯 對 4G鏡頭的 對 4G鏡頭的 對 4G鏡頭的 好 多給我一次機會 好 好 好 我 再給你一次機會 好 好 你按下去之後很弱 它寫BC 對,BC就對了 BC完結就對了 比你還好 我真的因為我的手比較穩定 對,其實都是穩定的 我都穩定 不行 一秒 好,來一隻 不行 不行 OK,完成 完成 送一張券給你 送一張飛仔給你 要三張飛仔 好像都不算很清 是嗎 都可以了 不過不失 可以拍一張 好啊 正常是這樣拍才是最穩定的 這樣啊 我打算可以靠 但要碰面 好像都沒有那麼清 可以啊 不過不失 都可以 你感覺到它正在動嗎 不是啊 我是按下去那一刻 它不是BC BC完之後 那個構圖是歪了 不同了 咦,對面那個黃色牌 這麼懶 這麼懶 一是可以一是不行 無所謂 至少H10 我們肉眼都看到 黃色牌的字 我看 對呀 你放上去它 它會看到的 好像散光似的 你有三張嗎 有三張 有看到的 正是這張 都一般 到你了 到我了 到你 我有多少張機會 三張 三張 嘩,蒙到爆炸 不要緊,再來 我還有兩次機會 還有,怕到震了 不是啊,很大風 好像站不穩 先摘個馬 我剛才拍的時候 都很大風 看到 嘩,不行啊 很震 我的手是突然 喂,我們輸了 耶 說明是致肥計劃 拍照環節 就一定有了 割多一點 是可以 不如幫手 前面那個 掃漂亮一點 如果不行就算了 按多兩張就算了 我有風 會比較好 在這麼大風的日子 當然是 要給點耐性 讓模特兒 慢慢收拾 一點點 一點暖 一條兩條帽子 很容易收拾 像今天天氣 吹到整個頭亂了 就沒得救了 除非你的PS技巧 異常高 我又沒有話說 有人說你沒得救 怎辦 真是 沒有計 我說跟風是 不大共天 好,現在很盡快 好,來吧 是 來聽 OK 有天氣 真的要靠捲捲 先靜一點 額頭看得沒那麼高 現在有三個Stabilizer 鎖就是鎖最高的字 好 中間又沒有一顆 還是沒有的 這支沒有 OK 好 即刻已經變身了 可以來了 好 我待會拍攝的東西 就不理會頭髮 可能是聯絡時 好 好 看那邊圍著 試一下 好 好 拍到腿 看它穿了短褲 拍到腳好像有點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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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支不是特別瘋 哈哈 哈哈 先拍一張大頭一點 模特兒的造型 有陰的造型 它已經放棄了 它的陰變成分界 不是 真的嗎 起碼好過我的臉 也是 我們的導演也挺懂得安慰人 保住模特兒的正能量很重要 女音頻有沒有緊張 上次都已經看著你的影片在電腦上放大 我在數自己的雀斑 今次我特意遮蓋了 我很努力逐一逐一遮蓋了雀斑 但是最高都沒有反度 其實還可以 我想對腳這樣一點 對 現在這一刻我正在試一支24105 算是RF鏡系裡較舊款的一支 雖然都不是真的出了很久 但始終焦距的短度好像蠻融 所以我覺得它的感覺是挺方便 但始終四光圈 暫時我都覺得它的前景深微味是很足夠的 對 試試按著頭 碼頭和等人都挺合適的 OK 那我們14.24 這個很厲害 來吧 這些簡直是 人們玩尾圖 很誇張的那些 電子快門來的嗎 不是啊 機械的 這麼安靜的 因為它連拍速度高 所以其實它快門很快 機械的快門很快 所以通常連拍快的機械 機械的快門都是輕一點 和靜一點 哇 天氣很好 終於都這樣了 開心 吃的很殘忍 我覺得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髮型 我真是第一次這樣 在這麼大風又下雨的天氣外拍 然後呢 先拿一個樣子出來 給大家看看我的樣子 但掩著額頭 吃光頭髮了 我覺得剛才的照片 應該會全部都是這樣 然後我的額頭會出現 但我平時拍照永遠都是 我會有屁音去掩著額頭 有沒有後悔接著我的工作 沒有的 真是天氣問題 新嘗試 新嘗試 接受到自己了 現在 真實的自己 兩個主持有什麼感覺 兩個主持 挺好啊 好好聊 挺好玩 大家剛才在鬥 誰拍照認得清一點 手定一點 然後我一定是輸 對我來說 高度我才覺得 哇 是正常我可以拿到的相機 是 真的鬆了 我的額頭 好鬆 印象中 以前一機三鏡大三圓 很辛苦 但是呢 這次真的輕鬆 我一個單邊袋子 拍足整個下午 都OK 小白 小小白 都是金屬的鏡身 比較輕量化就是這些 小白 F4 很誇張 對 好像比2405更輕 我想它當時 有點刻意地保留這些 當是秘密武器 所以這支 它又沒有很刻意做輕的 所以你拿上手兩支 尺寸差不多 但你會覺得 這支7200其實都更輕 但是反過來 我的感覺就是 以前是金屬的 至少內用程度 沒有一定的保證 有些人都可能會擔心 它那個伸縮 會不會吸了一些塵 所以這支鏡 暫時未見到 有塵 有盛在裡面 但是 未有人試過 真的用得很久 這支都是新出的鏡頭 因為 現在 我相信現在的技術 都比較 沒有那麼容易出現 這件事 因為全部都有 防塵防水滴 在裡面 全片蝙蝠其他系統來說 可能它們的7200 這個巨大又很小 對 7200可能和全片的單反 差不多 重量尺寸 唯獨是Canon 可以做到這麼大刀闊斧 在7200 用了這麼大膽的物料和設計 去做到這支鏡頭這麼細 這麼輕 但是 內用程度 大家都是要時間去印證 它這件事 科技能夠彌補到這件物料上的取向 另外 這次也算是主角 14、35這支 它的尺寸而言 因為它是行政四 它不會像其他 很多差別焦距的 很大肚腩 如果三支 小三元放在一起 它沒有特別細枝 它跟一支 105 只差一點點 我覺得 可以的話 它的焦距 會否再調整一下 再細細一點 可能感覺會更好 你不會用 這麼誇張的透視感鏡頭 去拍攝人像 你說 拿出街用 如果我拍攝風景 當然拍攝風景會比較適合 但今天我們的主題是拍攝人像 所以可能對於一些影風景的朋友 它就會比較適合 但感覺還是膠感比較重 你真是看個人取向 如果你是追求輕量化的話 這個物料都可以接受 而且老實說 金屬的鏡身都不適宜把鏡殼 用太薄的金屬來造 因為一撞就會升降 我就不習慣它的鎖 對 即是每次開鏡時 就要把鎖鎖鎖鎖鎖鎖鎖 而且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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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透過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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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暫時也不算很多 只是我覺得作為L鏡 它也叫做頂級鏡 雖然是四光圈 但我覺得加了會更好 即是有些改善的意見 光學質素我覺得三支鏡頭 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你一放大相片都看到 都頗鎖的 對得住L鏡這個招牌 是的 在35mm這一節 我發現它的硬度 反而沒有14mm那麼硬 它的銳利度差一點點 亦有一點油化 有一點點 但對比起14mm的表現 它是差了一點點 例如我們看模特兒的衣服 或者褲子的質感 反而用14mm的人小一點 就更清楚 在這裡有一點點 我覺得其實有些情況 它的背景太過花裂 可能干擾對焦 有些真的不准的 那些我已經掉了不算 我找出來的 已經是最清楚對焦 但還是差一點點 反而你的經驗好像有點不同 是的 因為我自己拍攝 拍攝一些比較近鏡的畫 都是很銳利的 整塊面都很銳利的 我有一點點懷疑 可能是關照鏡 在某些對焦距離 質素上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我自己的畫質方面 我覺得是24mm5這個 也不錯的 在質素方面 尤其在廣角那一段 尤其是傳開光圈 去修光圈 在角落頭 就算模特兒放在角落頭 也很銳利的 但是反而我覺得 在105那節的軟攝端 如果把模特兒的頭 放在邊位一點點 會有一點點 即是一般鏡頭出現那種 邊緣化一點點的情況 紙邊也會多一點點 實用性來說 可能是24mm至中間的那一節 質素會比較理想 接著我們談談這支 白鏡728mm 這支我自己最知道 就是四光圈的前景深夠不夠 第一件事 所以找了模特兒 拍攝後面有背景夢化的位置 我自己覺得 認真說 真的慢慢地不夠 尤其是 可能現在大家都用慣了一定照片 真的明顯有差 但如果要把主體和背景分離 其實是足夠的 只不過後面還未至於蒙到 看不到是甚麼 我覺得是用了壓縮感 用來簡化背景 用來構圖 這種情況真的很好用 有時會放在頭頂點 或者邊皮一點點 都未頂的看構圖 但在這支鏡頭來說 無論中間或側面 都在這幾支鏡頭來說是最好的 唯一可能是200mm 以這類鏡頭來說 紙邊會看到有少許 尤其是阿菲今次穿了白色衣服 會有輕微的紙邊 但其實也不多 如果再在軟件做進一步修正 應該都可以 今天我們先說到這裏 希望未來跟大家再試更新的 不同的器材和鏡頭 好 再見 拜拜